乌克兰姑娘真的是不怕冷啊 大冬天的冰天雪地的 遇到我在公园里面见面 我拍一下视频守得冻枪了 她在这边是属于比较有代表性的那种啊 就是因为大量的这边的年轻女孩子 都非常着迷于韩国跟日本的流行文化 其实我也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日韩文化能够在这边大行祈祷 今天正好逮着这个姑娘来了解一下 是的 我想去旅行 好 走 很多人在那里 今天是假日 是的 祝福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 韩国和日本的文化很流行 我认为韩国是因为 很多人像我 喜欢K-POP 因为很可愛 就像在梦里 他说出了音乐 日韩的影视作品还有动画片也都特别棒 而且演员一般都长得很漂亮 故事也非常感人跟励志 他们总是鼓励着我们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这对年轻人来讲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尤其是像一些男团 在乌克兰几乎是俘虏了所有的少女 有些人甚至是为了学上他们的歌而学起了韩语 我跟他说其实我挺佩服韩国的 很小的一个国家 20年前还完全被西方文化统治 但他们在学习了西方经验以后 瞬间就开始了文化输出 还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 一部分是只要韩国的什么都好 另一部分只要一提到韩国就管家叫棒子 好像挺看不起人家似的 要知道美国征服世界并不是光靠先进的科技跟武器 人家还有好莱坞、尼斯尼跟一大堆音乐人 现在连韩国都开始走文化征服世界的道路了 咱们中国呢 看来路还很长 贝 Morris 您做什么时候 主要 Pamela 去中国 去中国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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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